在今年13年7月17号 我一起去敬拜赞美 我是主要的是带领师哥敬拜 那么在祷告当中有个特别的一个奇迹 发生在教会 那个是这么个情况 我当时呢 第一天我们是两天的敬拜赞美会 这次的主题就是敬拜赞美 那我在第一天的敬拜赞美的时候 就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神的存在 但是第一天没有发生什么 但是到晚间的时候 在夜晚第二天凌晨一点半的时候 好像神突然叫我起来 然后我就起来祷告 那我坐在床上祷告的时候呢 我祷告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神好像走进我的房间 然后他对我说 说你代替这个地方向我认罪 就像约拿代替尼尼维一样向我认罪 因为我祷告一位小时的过程里面 我已经很感动了 就是我被神的爱很感动 所以当主要让我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很降服的 就是我很愿意顺服 我说神好的 而且我是在圣灵的感动里面 我说主我愿意 那么主说你要代替这个地方向我来认罪 然后神就开始将那个罪一项一项的告诉我 他说你首先要为这个地方认他们暴怒的罪 然后认流乌孤人血的罪 然后认淫乱的罪 然后认混乱的罪 最后有一项很重要 就是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 那我就去照着神的话语去做 当我说主我愿意的时候 我就说主求你赦免我代替那个地方 我主你赦免我们暴怒的罪 我就这样很恳切的去认罪 当我去认罪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天使站在我旁边 他拿着一个本子 他把罪一样一样的记录在上面 每当我很认真的去很恳切的认一项罪的时候 天使就拿那个像 就像一个东西把它擦掉 在那个本子上把我所认过的罪就擦掉 然后我就一样一样的认 然后主就站在旁边看着 然后天使就在旁边拿着那个东西去擦掉我认的罪 最后当我认到求主你赦免这个地方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的时候 那个天使就将他手里拿的东西撕掉了像一张纸 记录了这些罪的一张纸给撕掉了 那之后呢 我就开始被圣灵充满 当我做完这个祷告以后 我就开始被圣灵充满 很喜乐 就是灵里的喜笑 我那个时候神就对我说 你已经一宿没有睡好觉 你休息吧 我就躺下来睡觉 当我睡觉的时候发现我的身体是很深入的睡眠 然而我的灵是喜乐的笑出声音来 所以那是一个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非常特别的一次经历 第二天 其实已经快两天 我只休息了一个小时 但是那一个小时我睡得特别香 比我一整宿睡的都要好 然后我起来以后 我就根据弟兄交通 我说今天我们的敬拜赞美要有一个安排 要把我昨天晚上的神给我的开启 今天在我们的聚会当中要把它做出来 我不知道做出来会是什么样的 以往我领受过很多的启示 但是我很少能够把它实行出来 但是这一次我决定把它做出来 尤其是在那场聚会的地方 所以我就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去敬拜赞美 当弟兄和我们一起敬拜赞美大约 两三首歌以后 神的同在从我们早晨去到会场的时候 就已经感受到不一样 就能够感受到 当你站在认罪的时候 索德玛和俄梅拉认罪的时候 带领大家整个会场认罪的时候 整个会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就是人心向神悔改的时候 一个那种震撼就像什么呢 大家先是小小的声音一点点流了 后期当你说俄梅拉 俄梅拉的罪的时候 哇一下就像一种爆炸事 大家就哇这样子的 哭起来痛哭起来 当时我们那个会场 当我带给大家 我说今天早晨我有一个领寿 但是我是用很温和的声音 我感受到圣人的工作已经很强 所以我只是释放那个先知性的领寿和启示 我每释放一下 我说我要代替这个地方 认了一个混乱的罪 我举个例子 当我说认到混乱的罪的时候 我说好 下面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为我们这个地区 来认混乱的罪 然后他们就很强烈的反应 因为我完全不了解那个地方 我完全不了解他们那个地区的背景 他们的生活背景 可是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会场大概有八九十人那个样子 那么那些人就哀痛 他们就好像触动了到他们的那个最软弱的地方 就好像我的话一出来 就好像扎到他们的心一样 他们就 有的很多人我发现他们扑倒在地上哭泣 那是神给我给那个时间 也给那个教会一个什么 我就看见一个合一当他们扑倒的时候 倒下来的时候 我就看他们就 你就带领了这个合一的一个祷告 那个合一祷告是真正的一个重要 也就是那个教会正在一个软弱分裂当中 正好神给你这个启示 神给你的启示是一个特殊的启示 神给一个特殊一个礼物 就是先知性的一个启示 给那边教会 那边教会当我们撤回的时候 那边都走向合一的里面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 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 我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反应 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今天我真的第一次听到 第一次听到从你的口中 他们跟我回馈 过几天跟我回馈 说弟兄你还要到那 还要把那个姐妹带过来 我说你为这个姐妹来祷告 因为我挺赞同她的启示 是从神来的 因为神 我从来没有跟她的佩达过 我不认识她 后期我找的同工 我来往佩达过去 最大的一个礼物是神给那地方 一个极大的一个悔改 给人悔改的一个机会 那么 在接下来 合一完之后 有一个 时间段 这个时间是静贷最深的 人都安静下来说 神的荣耀 就是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 那观念 降临在那个地方 非常非常荣耀 神的荣耀 把那个地方 全部都遮盖起来 我就开始说 当那个时候 我就感受到 我们需要大喊 我觉得很多人都想要 骂喊 呼喊主的同在 呼喊让主降临 就好像 迎接主耶稣入城一样 然后我就 带领地主子妹 我说 现在我们开始骂喊 当我的话语音出来的时候 就好像 正好切中了 大家心中的想法 大家就开始 轻声呐喊 当大家轻声呐喊的那一刻 我就感受到 整个会场 就好像被提起来 那些 我们整体 我们整体 我们所有人 像一个整体一样 被抬起来了 整体的被举起来了 就好像 从我们开始 安静的一个是 我们认完罪 认到索多玛和 俄梅拉的罪 认完了以后 会场有一个 暴动式的哭泣 就是暴动式的哭泣 那个哭泣完以后 我们就进入一个 很深的安静的里面 在那个时候 就是觉得 所有的人 整体都被提到 神的宝座面前 就是感受到 我们好像都已经 离开地面的那种感觉 就是明显 觉得大家的心灵 完全不是属地的心灵 会场的 静默的那种气氛 是很神圣 很神圣的 有一种很大的圣洁 很神圣 很清洁的那个感觉 临到整个会场 然后你就看到 耶稣的遗像 对 遗像 坐在宝座上的遗像 他的遗像是带着冠冕 带着荣耀 众天使 如同启示录一样 如同是彼得前书 耶稣带着众天使 架着云 我用言语 无法比较 只能在那会场里面 有个感受 很多人感受 当小春说 呐喊的时候 我就拿起麦克风 我跟着大家 我们一起来 拉长声音 得胜的脚 吹起来 就呼喊 喊的时候 不是一分钟 不是五分钟 乃是15至25分钟 大家喊的声音 就达到这个程度 没有人去阻止 阻止 说别喊了 没有人一直在喊 无论是孩子 中年人 老年人 都在喊 都在喊 就像被神激动了一样 所有的人都好像 被神激动了一样 这个后来 对他们的影响怎么样了 有很多人得释放 有很多人得安慰 有很多人被魔鬼交咬了 这些东西 统统统都离开了 苦毒的都不再苦毒了 整个会场充满了喜乐 这么多年 他们就说一句说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敬拜在美 祷告 没有像今天 他们说太好了 有的人不愿离开 有的人扯着我们的手 再带两天吧 请你再说一次 你看到耶稣的形象 形容一下好不好 你就看见耶稣基督就从天降临下来 坐着宝座 坐着宝座 他是坐着的 戴着冠冕 他穿的衣服是 就像闪光似的 闪光似的 坐在那里 降在哪里呢 降在整个会场当中 整个会场就带来极大的一个反应 翻断出来 就开始呐喊 就是这样 感谢主 这是神给他最大的一个礼物 我相信神在那地方有个美意 我也更相信神给先知性启示这块 感谢主 我想你再说一次 当你说的每一个罪的时候 你感受你们两个都可以形容的 每一样罪 你觉得为什么这个罪跟他们有关系 从第一样罪开始好不好 这个混乱 混乱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在就是凌晨祷告的时候 领受这个启示的时候 我只知道这个罪的名字 就是我在祷告中 为他们认罪的时候 我只有圣灵的感动而带来的感情 却不知道这个地方真的有这样的罪 或者是我真的不了解 因为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 我对那里的人没有任何接触 我谁都不认识 我一点联系都没有 所以当我领受这个启示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 但是在第二天 我准备把我所领受的启示 借着那个祷告释放出来的时候 在敬拜之后释放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当我认言乱的罪的时候 我就明显感受到那个地方是很混乱的 就是男女之间是很混乱的 而且呢还有暴怒 明显感到当我去认罪的时候 我在会众认罪的时候 就感觉他们的丈夫都很暴力 特别对待妻子和孩子 然后也当后来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也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家庭 很多都是支离破碎的 就是很多人的家庭都是支离破碎 然而我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 当我认到他们流无辜人血的罪的时候 我里面立刻有一个感动 那个流的无辜人的血 就是他们当地有很深的 很多妇女姊妹的那个堕胎 那个堕胎 但我当时在夜晚领受启示的时候 我只知道名字是流无辜人血的罪 可是当第二天在现场侍奉的时候 当我释放出这个话语的时候 我里面立刻知道 里面立刻知道 是很多姐妹有堕胎的罪 当我说这个问题说出来的以后 好多姐妹趴在地上哭 他们很伤心很伤心 好像很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痛苦 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他们的 失去的孩子的那个痛苦 所以当我一说流无辜人血的罪 就是你们曾经堕胎的罪的时候 那些姐妹就趴在地上 就明显感觉都是姐妹 他们哭得特别特别的伤心 是的 当你说那个阴乱的罪的时候 那地方已经就有阴乱 在一个会堂当中就有一个姐妹 和另一个人已经有这个很长时间了 并且还有同工家的孩子 姑娘也跟别人没有结婚 已经就同流和无 这是真实的 这些背景我都是不知道的 我从来跟同工不说这些东西 就是看神这样来带领 这些答案都是今天第一次对我想 所以我不讲这些 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回应的 我只是做完了就回到家里面 从来没有跟他再沟通过这件事情 从来都没有 今天是第一次 所以我就敢确认这次跟我出去配搭这个工作 这个启示完全是从神来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罪 你看到 还有他们当中那个就是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 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是灭城的罪 就是索多玛被毁灭 俄摩拉也被毁灭 所以我觉得那个说明 这个城市已经到了惹动神怒气的地步了 不然神不会让我去认那么严重的那个罪 所以当我说出 你知道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罪 我对他们讲 我对弟兄姊妹讲 我说你知道吗 神告诉我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即将面临的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 当我这个话语讲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就拍着地 打着地说 主啊不要毁灭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惹动了你的怒气 求你赦免我们 每一个人都为那个地区有这么深的去认罪 他们甚至我看到很多人就这样打着地说 主啊你赦免我们这城的罪 不要灭了我们城 我们惹动了你的怒气 求你赦免我们 是啊 在这方面他在带领那个 认这块俄摩拉和索多玛罪的时候 我立刻就想起了旧约神 向亚伯拉还说 我要进行事要做什么做什么 毁灭 整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灭的时候 说出来之后我就领着这个 我就领着这个启示 我一看大家反应是完全不同 在地上哭着哭 认罪着认罪 是什么样的形象都有 拍地的拍地 求神收回他的怒气 不要毁灭这个城 因为这个城真是 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 黑社会很多 只要那黑社会的人 看谁家的姑娘 我就上谁家就去 把那个姑娘拿走 然后就去通流合物 就是这样 甚至杀人 什么样的事都都有 那地方 太太 这个罪已经达到神的面前 这个地区 地区 地区的罪 地区的罪 这对我来说是完全不知道 那都是今天我第一次听你讲 因为偷窃 杀害 我的手机就是那片丢的 毁灰 毁灰 还有诽谤神 诽谤神 所以当时他们去为这个社会 也为他们中间自己的罪 对 认罪 对对对 不管为自己 还要为整个区域认罪 他来这个启示 不是整个会场的启示 是整个区域的启示 我发现神的慈爱 真的太好了 这个尽力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震撼 这次这个敬拜赞美对我来说是很触动我 从前没有这样事的没有这样事的精神 最大的就是 是一个启示 触动我是什么 更好的爱神 更好的扶神 更好的去敬拜赞美 成为一个震撼人心 震撼整个中国 震撼整个世界的敬拜赞美 就是在这一次的服事当中 我说最多的就是他很 很佩服我的服事当中 能够打动人的心 就是我无论是被某一个人祷告 还是我在会场里带领所有弟兄姊妹 在先知欲言的里面 因为我会释放一些先知欲言在当中 他们都能够打动人心 这就是我也觉得很神奇 我佩服上帝的工作 因为当我的话语出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是很柔软的针 不是很硬的针 是很柔软的一个针 能够扎到他们的心 使他们很快就能够把眼泪流下来 就是使人心都能够经历神的工作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我妹称想神在一个姐妹 说话还不像那么大的声音 她说话非常柔软 并且呢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为什么说今天动地的事情呢 她不管在整个会场来服事 下来讲她还要单个一对一的来服事 这个就是神给她的是 我个人感受的是太宝贵了 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不要等一等我要问 我想问你这个问题 当你看到神这样工作 你会不会心里有骄傲 你怎样处理的 不会有骄傲 因为为什么讲不会有骄傲 那今天我想讲这个事情就是 每一次如果你这样的去经历神的时候 你就会更谦卑 因为你真的只能谦卑 因为你真的知道是上帝做的事情 因为你如果看到是上帝的大作为的时候 如果你站在神的宝座面前的话 你不会骄傲的 你只能说 我要更谦卑 更谦卑 你这样恩待我 我就要做你孩子的仆人的仆人 所以我每一次经历神 或者我为人服事的时候 我看到上帝作为的时候 只能让我更谦卑 我只能让我更谦卑 如果我骄傲的话 如果我心里面有一点点喜乐 说这是我的荣耀 这是我做的话 我都觉得我不配再做神的工人 不配再服事 因为上帝的工作那么的神圣 那么的伟大 那么的奇妙 所以每当有这样的侍奉的时候 或者我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我只能更战精的去服事神 因为我看到他这么的威严 慈爱和奇妙 感谢主 而且你也很谦卑的服事 当时在场的人 你可不可以 弟兄 你可不可以形容 当时他服事他们的时候 你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了 他讲到是 不像别人讲到是那么说话 大声 他很温柔 频率都是一样 不像说高低不是 都是那么温柔 无论是台上台下 都是那么温柔 给我感受到 他非常非常谦卑 他非常谦卑在宝座 他在宝座的面前 那个服事 他下了讲台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他说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都在跟上帝的沟通 我说是的 是的 就是一边在沟通 但你看到这些人的反应怎么样 当他个别的服事他们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的反应 经历是怎么样 他说有的人被服事完之后 他来找我 这个姐妹是哪里的 他说从来没有见过 我说我从来也不要求他 也是这次没有团队人打不开 我说我邀请他 他问我的目的说 你这么好的一个同工 为什么早几年不来呢 早几年我不能折磨这样啊 所以服事完的工人 那个那些人都是心情原来是低落的 所以服事完之后全都变成喜乐 他说如同一块石头压在我心 噗噔一下吧 掉下来 他说我得释放了 我被爱了 就这样 因为我服事的是两个抑郁症 这个姐妹有抑郁症 感谢主 荣耀归于主 感谢神 这次不是我们几个孩子能做什么 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所以我跟还有几个同工我跟他讲 我说我的事奉乃是叫别人踩着我的背走 不叫偷取神的荣耀 越发的谦卑 我们何等的渺小 神这样使用我们 我们都是一路坐着车回来 就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讲一切的荣耀 不敢偷取神的荣耀 感谢主 感谢主 阿伦云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